市長想請教 雖然這次放假是有達到中央的標準 不過雙北第二天放下風雨好像不太如預期 那覺得細節上要調整嗎 有沒有錯估情勢可能 面對所有的颱風 我們一切以市民朋友的安全 為最優先的考量 我們一定不能掉以任何的傾心 所以我們事先的防範非常的重要 一切颱風的放假 我們有中央氣象署的標準 也有專家的一個研判 所以我們會做好總和研判以後 讓市民朋友能夠在切法安全底下 能夠在颱風的期間能夠平平安安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目的 那可以幫我們講一下目前新北市的災情狀況 這一次新北市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傳出重大的災情 那有關我們所有的案件大概有254件 已經恢復了242件 大部分都是陸市倒塌圍離青島以及停電 大部分都是這些事情 那我們已經都做好準備 只要確保我們執行的同學安全無疑 我們很快就會把市容做完整的恢復 讓市民朋友有一個安全以及安心的環境 市長會覺得這一次放假 縣市長要承擔放假承認這個制度上是有問題嗎 尤其這一次放假好像中央署是不是有可能錯估其事 放假因為長年以來我們就有一條標準 那中央跟地方是一定一起合作的 那中央的標準出來以後 地方做一個研判 那經過討論以後 對市民朋友的安全為最大的考量 再來做這樣一個放假的一個決定 這一次行之多年了 那行之多點我相信每一個首長 都是以市民朋友的安全優先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都非常的尊重大家的決定 因為颱風大概今天晚間會離開暴風半徑 想問市長說今天是不是就能比較很快的 如期宣布是否正常上班上課 或是停止上班上課的部分 當然我想我們會重整各方的因素 那親像團隊他們也會持續的回報各項的數據 那對台北市以及鄰近縣市各方面的影響 我想我們也會持續依照過去的慣例 那實際上是會密切保持聯繫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會實際上是大家一致 同一個時間來做宣布 我早上也跟只有13鄉鎮市的市鄉鎮市長都聯繫過了 那大致上呢每一個鄉鎮市 最主要的狀況呢 大概就是路樹腦趴、道路中段 還有一些這個旅持的一個崩塌 那多數呢有一些比較危急 像我紅色五十九的旅客市的 民眾都已經有撤離的 那包括像在國姓鄉 還有像在土里鎮 那包括像竹山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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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的 有些昨天晚上包括我們的鄉鎮市工作 都已經請他們的民眾來撤離 那有些民眾不便撤離 今天早上再去出行一次的通知 那請他們能夠到相關的一個公安廁所來 那目前像在這個壁挖地區 像南土市是過去在以往來講 我當市長時間就比較容易來掩水地方 特別是在我們軍工的部分 尤其是在小西小這個區段 是南國市比較低窪的部分 那我們的抽水機 在早凌晨五點的時候呢 大致上都已經開始 陸陸續續有一些需要抽水的狀況 就馬上來做抽水 一直到現在還在運作 剛才我也跟南國市的當市長也取得聯繫 他們現在也正在這個小七小上 透過我們政府的這個抽水車 在做相關的這個整治的工作 那一般來講我想 只要是大雨降下來的時候 民眾都會相當的關心 會把自己 所周邊的狀況都會拍照 然後立體的上網 也希望能夠趕快的來做整治 那不管是抽水系統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開口氣溫的廠商 要清除道路路數等等 包括台并的所有的工程人員 他們也是必須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做 那所以可能在民眾的感受上 我看到了我希望能夠在這個半個小時之日 能夠看到這個防災人員 或者是救災人員趕快來處理 那如果馬上出現大家心裡面 你會比較擔心 但是我想在這裡你看 我們像長是從昨天晚上到現在 完全沒有火焰 所以對很多新竹的防災人員來講 其實都是不斷的在工作 那麼我覺得現在 從南投市整體的第一挖的地勢來講 過去在內政部 我們在前兩年 因為整個的狀況都已經有做過 內外水部的改善 那麼這個我們屆時 會再跟內政部來研究 那看看這個工程 是不是有它發揮一定的一個效果 那或者是說應該再透過其他的 請中央來繼續的協助 那我想在此呢 特別感謝所有的這個 做財政防災的人員 一個晚上 尤其我們的村民長都沒有合眼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會持續的 把每一位 觀眾所關注的事情 能夠做好 尤其我們像現在 市立鄉 這個中央視像局 所發佈的雨量 應該會來到1300至1800 這個是我們非常擔憂的 因為去年在港女台中 在原來下 下下來的雨量不到1200 但是它是兩個小時之內 直走下 這對我們來講是最擔憂的 剛才我們看陳友蘭西 他的整個水量機 將近快過了幾趟了 那所以我們希望現在 也是慢慢的減緩呢 也能夠讓我們稍微喘息一下 我想所有的救災人員也好 或者是防災的人員 包括這些搶收的人員 大家都相當的辛苦 希望也能夠多給這些的 請求人員多一些的鼓勵 那麼我們的工程 可以持續的不斷的來運作 那希望大家 多鼓勵這些的 這個這個 我們的工作人員 謝謝 昨天 昨天 累積的雨量 在我們山區達到1000公里 那我們預估今天在山區 也會達到600公里以上 那持續的在美濃地區 也因為齊山溪 大概上游的雨是相當的大 造成齊山溪排水位 那間接回流就是美濃溪 注入齊山溪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順利的排雨 到這個齊山溪 那上游的美濃湖也因為山區的 積水區的雨量非常多 造成美濃湖的這個溢流 所以這造成美濃地區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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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沒辦法用先外部的下水機 這個沒有辦法,這個沒有辦法用外部的抽水機 因為你要用抽水機要先料水砸門,才能夠做抽水 但是這邊因為七山溪水會暴漲,會有回水的現象 所以現在還是希望說先處理地外地區市民的安全 那現在沒到這邊有要撤離嗎? 我們在一些地方七七已經避防性的撤離 所以也請軍方,我們第四作戰區八千塔全力的來撤離 那高雄的部分目前有掌握哪一個比較的地區? 我們現在在整個市區,因為今天高雄的雨勢都非常的大 所以在我們市區的海水的部分,在燕草、岡山 以及在人物,這些食雨量都超過一百毫米左右 這個都超過我們水利局所訂定的防洪設計的標準 所以這個多相關的包括抽水機、抽水站、水砸門 也都全力的在做電轉 那在智洪池的部分,現在也已經接近滿全位 那有一些已經知道智洪池因為這種連續性的 每一小時都是一百毫米、一百毫米這樣的一個下雨 這個造成在部分的地區有一些激烈的行為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全體的排除 要講到去哪去? 我想我們會在這些相關的需要做經濟處理的這個狀況 我們了解狀況,我們必須將這些招號排除 做場修場選擇的工作 還我們就可以做啟動的這檢 Break 但是現在的延況怎麼是OTC的 開始行了,我們就完成了 好好的發生 ? 像我提 кто說在這一下 comragon 頂尾 第一 再接著 家 有